2018年上半年最火的八张图片 2017年底 李小璐被狗仔队跟踪偷拍 爆出出轨事件 出轨事件引发的轰动 直接轰开2018年新年的大门 2018年元旦 苍老师在微博上宣布结婚消息 微博瞬间引爆 网友在苍老师微博下面 一致给予苍老师最大的祝福 北京时间3月5日上午 第九十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 科比布莱恩特的退役短片 《亲爱的篮球摘得最佳动画短片奖》 由此 科比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拿过奥运会金牌 NBA总冠军戒指 并得到奥斯卡的人 4月26日凌晨 范诚诚在微博发布了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点开后显示 开通TA的专属会员 即可浏览图片和TA的全部付费内容 一开始 这件事并未引发关注 直到5月4日 网上流传一张图片 上面称范诚诚的付费照片 需要60元才能看原图 导致8万人支付 收入高达480万 此消息迅速发酵 有网友发出明星赚钱太容易的质疑 也有网友认为 这是付费阅读新模式 粉丝愿意就好 4月28日 NBA季后赛骑士与步行者的比赛正在进行中 骑士球员勒布朗詹姆斯在第二节的一次进攻中 眼角受伤流血 他经过包扎后重新回到了场上 2018年小皇帝詹姆斯还在统治着NBA 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帮手 季后赛场均上场时间联盟第一 漫威十年布局 只为等待灭霸出现 灭霸做到了一个反派的极限 一个想指灭掉地球一半的人类 然而灭霸的初衷与对拉莫拉的爱 以及夕阳下孤独的身影 还是为他吸粉无数 在5月20日这一天 除了虐狗秀恩爱的朋友圈之外 这样一条消息悄然刷屏网络 热度达到了可比退一日的程度 占领了微博热搜榜第一位 获得了中国日报 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大力的祝福 让电竞的社会地位得到跃升的同时 也让电竞的商业价值 在中国来到了新的一夜 十年 永恒停滞的时间 感谢